远远就闻到肉粽的香气 一群长辈们难得聚在一起 拿起两片粽叶再包进猪肉糯米 还有鸭蛋黄与香菇 用手调整好形状后再用绳子固定 一颗颗饱满的肉粽就完成了 很好 大家可以一些年龄大的相聚在一起 可以做一些活动 这是非常好的 大家一起包就是比较快 比较快速 而且比较很高兴 很和乐这样子 大家互相帮忙 这样子一起做 很快乐 过端午节很快乐 我们在这边办一个长照据点 希望透过据点 能够照顾我们社区的大哥大姐 和盈海时能 法律事务所执行长苏伯全在社区小上中广播 以前是里长的他就很积极热心工艺 而这些肉粽也全都是他自掏药包准备的 早在活动前两天就请来社区志工帮忙备料 希望让长辈们在端午节前能体验包送子的乐趣 其实从我担任里长的时候 那我们就从雄风开始发迹 我发现这些据点的政府的长照2.0这样的一个政策是相当的不错 那少了一些推广跟POMO 那当然我们担任里长的期间 我觉得有很多里长需要做协助与帮忙 所以我们就起心动念到了各区各个领域各个里去做推广与发展的动作这样子 那今天也藉由这样子一个端午节的活动 那提早的就办这样子的一个包种子的活动 希望说透过这样子可以让很多长辈知道我们的据点 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走出来上课学习延缓失能 当地里长也表示能有这样的活动 让里民联络情感是一件很棒的事 苏博全在高雄也与其他里长合作成立多个关怀据点 我们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活动来刺激这些人 这些长辈一起出来活动 那我们今天也很特别 因为我们第一次来绑粽子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我刚刚绑了一颗三颗粽子都是长辈叫我什么绑的 所以我们希望期待下次办不一样的活动 端午时节将近苏博全陪着长辈一同包肉粽 希望让这群长辈延缓身体失能 也能抛砖引玉聚集更多爱心 让更多人关怀社区长辈 端午节快乐 耶 记者吴家伟和温宇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